假設各位有簡報需求 你會發現我的簡報常常在那邊放大縮小 在那邊畫來畫去的對不對 這樣應該會稍微看得比較清楚一點吧 尤其是就是我們不是這種廣播式的 像這種投影式的 像網址啦 有時候或者是像比如說你要看那個數字 可能不容易看清楚的 其實你可以透過幾個方式 我們在這個給大家的這個免費軟體裡面呢 您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 我比較常用的是要稍微記一點點快速鍵 但是我想各位你可以先試用看看 這裡 下面這裡有兩個 一個是一二三 我幫你放三個 這三個 我自己比較常用的就是你現在看到我在用的是這個 這個RuneIn 這個檔案大概好像500K 不好意思 而且我現在給各位看這個都是不用安裝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我到哪一台電腦要安裝 不用放在隨身碟就可以用了 放在隨身碟就可以用了 那這一個是比較簡單一點 所謂的簡單就是它都是視覺化 各位有沒有看到現在很多這個財經節目也好 在這個 那種氣象報告也好 評論節目 他們現在不是都在那個大的電視上面直接用那個 叫做電子白板的功能 對不對 筆上面直接畫 我們也可以 我們沒有白板 但是我們有平板 有Notebook一樣可以用的 那我先講這個 教編的部分 可能各位用到比較少 蛤 會用到教編嗎 我那一支 剛剛有在那邊 反正那個都不用安裝 我先講第二個 這個第二個是大家 就是視覺上 不用計算很快速鍵就可以用了 點進來 這個是德國貨 所以會有加一個翻譯 裡面 這叫Point tool fix 點開 你看 您會看到在右上角這邊 他就很安靜的在這邊有一個叫開始 有沒有 右上角 好等到呢 你今天想要講解的畫面出來的 你就按開始 各位有沒有覺得還蠻熟悉的工具法專 這種就比較視覺的話 你也不用記什麼快速鍵 今天我要這個 要什麼顏色自己選好 就畫下去就好啦 螢幕上的就是可以畫 你可以畫重點 那當然 如果說 你覺得這樣子 不太好看 對吧 所以我就把它 這個我先丟掉 這樣 我們等一下畫這裡 畫這裡 這樣也可以啊 對不對 就是 你用勾的 當然也可以打字 不過打字應該勾用到比較少 你也可以畫直線這邊 或者是畫框框的 這樣都很簡單 好 那顏色上呢 顏色上 你可以看到有一兩拍 兩拍 我直接畫在這個上面 你就會比較清楚 到底這個差別在哪裡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是什麼 螢光筆 左邊的是螢光筆 可以看穿的 右邊的是石心的 這就蓋掉了 所以看你要用哪一種 一般預設通常會用這個比較多 當然如果你有需要放大 這裡有放大 你就可以自己再移動一下 像這樣再移動一下 如果你要存檔做紀念 直接存下來 因為你的講解的內容都會在裡面 所以下次如果說你要 就是跟別同事之間 要核對一些資料的時候 哪裡有問題 會不會 會不會 比較快 那就拍照存證 好去轉一下 這樣就很快 對啊 這也是一種方式 這是給你參考一下 像這樣子 這個是 用完了就按離開 它就收起來 這個很簡單的 這個是完全不用計證 快速鍵就可以用的 那麼 轎邊其實也是一樣 轎邊這個 在上面這裡 點開也是一個執行檔 也看你是64委 還是三次會員 哪一個都沒有關係 執行的時候 你會發現 現在右下角 會有一個這個 在這裡 我把它點開 點開 第一次呢 會出現這個畫面 會出現這個畫面 你可以自己決定說 你看我把他先秀出來 你的轎邊 那看大小孩 要看小孩 可以 因為螢幕比較小 這樣子看得比較清楚 那這個就看你的自己決定 再來就是你要做一塊 它有很多種顏色可以選 不過通常用預設的 那 好了之後呢 你就把它收起來 把它關掉 OK 要用的話 就是 在上面 按右邊 好 不要用就按左 再按右邊再一次就好了 其實它這裡有快速鍵 這裡有那個快速鍵 你看這裡 有沒有 有三種快速鍵 但是我的那個快速鍵 我覺得這個 跟我軟體操作 會有點衝突 所以我沒有用 但是你可以選擇 有很特別的 滑鼠連按三下 好 一般我們都按兩下 連按三下 它會跑出來 好 你可以自己選擇 或者用這兩個 這兩個都可以 你可以自己參考看看 OK 那麼剩下那一個呢 剩下那一個 這個我通常就會有點 快速鍵 因為比較好用 比較好用 其實你看到像這裡 這個我稍微比較簡單的 快速介紹過 你有需要的 你真的自己試過了就會了 真的試過就會 這個呢 只有一個 執行檔而已 執行了之後 其實我就會像這樣在這裡 你不覺得我常常在這個放大縮小嗎 對不對 這個放大縮小其實就是 我現在用的這個功能 好這個功能 那你點一下 我給你看一下 我給你看一下它的選單 好這個 我把它選項 跟你講一下 你就會比較清楚 它主要有幾個就是 放大跟縮小 好 如果 我用快速鍵先講一下 這個在我部落格上 我有介紹 好 這裡有快速鍵是Ctrl加2 這個呢 放大是Ctrl加1 有沒有 Ctrl加1 好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在螢幕上畫圖 我就是 單純畫圖 我就是直接Ctrl加2就可以了 這樣就畫了 對不對 那 紅色不夠怎麼辦 各位記得的 顏色英文有哪幾個 紅的叫Rain 黃的叫Yellow 所以按Y 有沒有 綠色叫Green 最近 藍色跟綠色有打架的 就是Blue 有沒有 好 還有什麼顏色 Orange 橘的 Pink 粉紅的 應該夠了吧 平常不會用到那麼多啦 那 你可以像這樣 那當然你要畫 橡皮擦鈴 橡皮擦鈴英文叫做 Eraser 所以是ABCD的E 有沒有 ABCD的E 我剛剛不是講嗎 按下去就沒有啦 就擦掉啦 所以其實這個 對各位 一般來講 我們在簡報上 其實是蠻有幫助的 當然其實他有一些其他的 這 畫直線 這個也都有 會有需求的 那比較特別就是 如果你在這個 模式之下的話 你按滾輪 它可以放大 滾輪 有沒有 我就可以再繼續放大 去使用 其實一般我最常用的 尤其是你在Windows 7 跟這個 Win 8之後 其實有一個功能很好用 就是在 它叫快速鍵字 就是Ctrl加4 它叫做Live Run Live 這個有個好處就是 我放大的時候 是還可以操作的 所謂的操作就是 我們剛剛那兩個 軟體 像什麼 叫邊 不是叫邊 就是那個 Point2Fix 它事實上你在畫的時候 它是那個畫面 就好像被拍照起來 你在上面畫 你離開那個模式之後 你的東西 你就是 進入到模式 你就不能操作網頁 就是 那個 軟體的內容 可是呢 這邊用 Live Run是可以的 你看 我現在進來 有沒有發現 我可以操作 這個畫面 把它放大 可是如果你是Windows XP 很抱歉 這功能不行 這要到Windows 7以上才有 好它才支援這樣的功能 這樣大概 我稍微簡單介紹就好 因為這個 不是我們今天的主軸 所以我先 讓各位知道一下 其實我們在用電腦的時候 你透過一些其他的輔助工具 真的可以幫助使用者 比較清楚的 瞭解 看到我們這個簡報的內容 好 簡報內容 那它最後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 這樣 這叫休息十分鐘 好 因為有些時候有些人 像我們在電腦教室裡面 最常遇到的狀況是 上課的時候不認真 下課的時候很認真 因為都在看FB跟Nine 現在高中也好 因為我這個暑假還有去上課童班 從兒童班一直到高中 然後大專 大家最常進去的就是打開電腦 千丈很低 然後下一次 順便再把Line夾進來 手機用的還不錯 還要在電腦上裝起來 真的很可怕 OK 這些軟體有空 真的 希望大家有機會 可以試用看看 不是 不用所有的都要 因為這些 是我適合的 也許你適合的 可能有一個兩個 或者你有其他更好的 好 重點不在工具 重點在你的工作流程中出場 OK 所以 我想 我們現在大概十一點三分 我們稍微 休息一下到十一點十分 那麼各位你可以利用這個時間 先把我們第一套軟體 第一套那個錄的 你再稍微試看看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幾個 包括的剪貼物的加強 對不對 還有剛剛幾個那個 簡報的工具 你可以先用看看 等一下 我們就進入第二階段 來做 教材的部分 因為那個教材部分 會 就可以包含一些 剪接的功能 我剛剛這種是不能NG的 對不對 錄了就錄了 如果你赤螺絲的話 就要重來 那待會那一種是可以剪接的 你可以自己剪接 然後再把它輸出成 就是我們的網頁 讓人家比較方便看 好 OK 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囉 唉 嗯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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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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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